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记得从三专的软盘吧 然后到十周年 记录声音形状的那一张黑胶 还有唱片机 以及上一次我们做的 就是封面会感温变色的 好久不见 那每一次我们都和罗传老师 一起在尝试挑战一些不一样的 有意思的一些设计 那我觉得这一次最有趣的是 我们找了一家电子厂 来制作这一次的端机 因为它是派对的延伸 那派对除了里面有许多 非常经典的曲目之外 更令人惊艳的是 台湾声光线上面的一些 探索和尝试 所以我们设计一个芯片 一个电路板 然后把所有的视频 影像 声音 曲目 全部集成在这一个 电路板的USB上面 那还有四个不一样的形状 四个颜色 代表着北京 广州 重庆 上海 一般的电路板 常用的就是玻璃纤纹 而且它表面还会附上一层铜箔 但这种材料的特性是 它的琢磨度很差 就是颜色很难上去 常见的就是绿色的电路板 但这一次我们设计的四款颜色 测试的几次都很难达到 我们所想象的那个饱和度 而且过去也几乎没有工厂在印刷电路的颜色上面做过尝试 后来我们在铜上面呢 先镀一层金 也是高亮度的金 然后最后再上我们颜色的油墨 油墨底下透出的金黄色呢 就会让它整体看起来更鲜明 更饱和 那也让整个端体的质感呢 更接近我们要的效果 大部分的USB的读取口呢 都是用普通核心来制作的 但是我们读取的部分 是直接暴露在外面 所以手啊空气啊 在长久的接触下 都可能会让它造成氧化 所以我们用纯金来打造我们的读取头 那它时间过得再久 不是再怎么反复的使用 那它的读取头表面依然会像新的一样 视觉上也会带有一个金光的效果 这一次我们的关系有许多不规则的异形锐角 而且还必须要能够符合到我们的合金外壳上 所以呢我们要求每一张专辑都是用CNC切出来 甚至我们对进度的要求到了15条C 就是0.15毫米 上面的每一个元件 包括电路图的绘制 都是经过特殊设计的 我们也藏了一些彩蛋在专辑的上面 1 2 3 Let's go 专辑的包装灵感来自集装箱 利用插尺的设计来搭建一个结构 每一个城市的票根呢 我们都重新设计过 不同城市也会有它专属的小卡 那不管是不是曾经到现场的歌迷呢 我都希望你能够感受到这一份心意 最后呢感谢每一位喜欢露寒的你 大家都是拍地上的嘉宾 我们一起来体验这一场电路板上的声光派对 明天的路有多漫长 我在此起航 带着我的寻找 你们准备做什么了 拜拜 真谢谢你们 自信学院再见